大家好,我是小豆 今天这老娘说了一句想吃辣嘎了 你看这好媳妇立马就拉着我 非要到海边过来拔嘎了 回去要孝敬一下老娘 还得露一手的 还得露一手的 好,我们抓紧吧,下去 来的雨天晚 看见这儿有一条雨了吗 看看,跟沙是一样的研发 来动一动的 哇塞 真的跟沙一样的颜色 真是保护色 一点也看不见 看这上面全都是嘎的眼 这今天来晚了,要不然就到里面 去捉那个猫眼罗了 今天那个 油键碗超水都涨上来了 这边还有嘎了 嗯 收起来 给我 咱就在这边挖就行 我在这边挖 你再找一个地方 哦,我到那边 这边还不少呢 这个东西就是一窝一窝的 哎,跟猪一样 跟猪一样 跟你一样 这边之前是一个养殖区 到过来废弃了 到现在 哎 嘎的这个牛特别多 看 蛇斗它在那边挖 我在这边 不知道它那边多少 过去看看 你这边多不多 多 特别多 我看看 挖多少 看这上面好多这个嘎的苗 看 全是小苗 这些 这个不要 太多了 嗯 你会炒嘎的吗 嗯 人家会炒啊 人家没吃过 人家是 都不愿意回答你 实际上 不用爬地 用手摸就可以 但是有贝壳里边 滑手的 看还有小苗 太小了 嗯 有多小的呀 你看看 这嘎的长得可快了 这是小的 用不了它 时间以后长成这么大的 对不对 对不对 做什么都对 确实是那么乎是 看这一群鱼 前面这是啥 哎呦 有条鱼 哎呦 卡住了 死掉了 我给拿下来 这拉不动啊 东西在这里好累啊 应该还新鲜吧 卡在这个地方了 看 这10斤扯就扯断了 这飞了好大劲 终于给它拿出来了 看 哎呦 不信心啊 快扔了吧 还挺多的呀 扎了还不小 小的咱都不要 只有大的 一个 一个 整潮了 不挖了 回去了 差不多够了够了 这下就够吃的 看 不熟了 两三斤也得吧 不小呀这嘎了 啊 请大忙 走啊 赶紧出家炒走 嗯 这手一行吗 等着瞧吧 走吧 过会儿要是不行 你自己吃 你别吃 一个也别吃 回去炒 辣嘎了 到家了 这货又睡了 出来了 过来 嘿 嘿嘿嘿 啊 就知道吃 来 你看吧 刚睡醒就吃 先倒点油 这嘎了洗了吗 洗好了就 挖了不挖了 然后晕车 然后他就吐沙 挖了不熟 你等不让他晕车 晕车不会啊 就这样 来回搅搅搅 然后他就 他就吐沙了 准备好葱姜蒜 辣椒 然后葱段 这是我做 辣嘎的秘诀 葱段和那个香菜 这不都这样做吗 咋还成你的秘诀呢 不 他他不 有的人他不放呀 一般都不放好吧 然后 先炸锅用 你喜欢吃辣的还是不辣的 我喜欢吃什么 我应该问你 麻辣的还是微辣的 我喜欢吃麻辣的还是微辣的 你没错吗 我没问你 我问你是妈妈喜欢吃什么 我这又开瓶了 然后放上酱 嫩嫩吗 不用嫩嫩吧 太多了是不是 好 这些吧 因为他一开他最后很多 然后盖小锅盖这个时候已经要大火了 让他把汤出来 听见了吧 噼噼噼噼噼的声音 都开了 好像熟了 哎呀开口了 好 行不行 我 想冒了鼻子不出气 闻不着 下好多水 所以说炒这种花杆 全程不用放水 然后不用放盐 因为它本身它就是海里的些带盐味 如果说喜欢吃偏辣口的 这时候再放一点辣椒 这样的话辣味会更入一些 很简单粗暴是不是 就很简单 特别简单 这个菜 然后五分钟就搞定 而且特别好吃 然后这个时候再放上这个葱段 放上盐水 你怎么说话没气了 基本上就OK了 也太美气了 怎么样 看起来还行 尝尝吧 还有这个虾米 这是自己摄下的手扒的是吧 嗯 你行 咱们也得到什么 这晚上烤的烤烤 怎么样味道 好吃 终于淋到我了 还不错啊 不是很辣 不是很辣 你还行吗 要得辣 来试试 吃饱了 哎呦可把我撑坏了 接下来就是我的活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小朵的可以在下方关注我一下 拜拜咱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